男人嘆氣不是為了錢是為了女人 你這麼窮,不就是為了女人 我想療貓貓聊天,但又不知道過什麼好 各單位注意,進入一級緊急狀態 這次的行動是要幫匆匆成功療導貓貓聊天 從而令匆匆脫彈 行動代號,僱勇者 但是不知道怎麼開口 你們有什麼看法? 晚上好? 你有病嗎?你還在微傷嗎? 你這麼有禮貌,人家怎麼回覆你? 那傻媽吧,簡單粗暴 所以說你單身有原因,你這樣發,誰想回覆你? 問人家不在,又不說什麼事 人家怎麼知道你過來撩嬤,問借錢 有道理 那我應該說些什麼好呢? 我認為我們的開場白應該符合這三點 第一,能夠將對話的主動權把握在我們自己手上 迪秒回,我上嘴唸,迪不回覆,我不尷尬 第二,能夠表露出匆匆對貓貓的關心 無論何時何地,我們匆匆的暖男人切,不能倒 第三,絕對要夠高冷,一定不可以… 乃! 以為乃到最後,一無所有 那就是要說什麼? 說這句 那我發了 嗯 蛤? 她來找我聊天了,我要怎麼回覆她啊? 為了姐妹的人生幸福,我們必須謹慎行事 大家有什麼建議? 簡單啦,她問你在幹嘛? 你就回覆她在想你咯 咦,你好巧啊,我們媽媽乖乖女來的 怎麼可以這麼不矜持咯? PASS! 那覆覆她就是自己住咯 那你就是在這裡追劇 咦,這麼直女? 今時今日這樣? 混不了兒子的 那覆覆什麼好啊? 不用怕,有你嘴姐在這裡 你就覆覆她 在考慮人生大事 在考慮什麼人生大事啊? 你也好奇,她也會好奇的嘛 所以她會問你,你考慮什麼人生大事 那你們就可以繼續聊下去咯 嘴姐,你何時出書啊?我想買啊 她終於回覆我了 高手 看起來,平平無期 實質信息量巨大 喂,人生大事啊 你猜關不關你的事? 我想關啊 那我直接問,關不關我的事? 問了你就輸吧 萬一不關你的事不好 對呀,再想心一層 你這麼迫切想參加別人的人生大事 那跟表白有什麼分別? 嘩,差一點就表白了 幸好有你的風光 那應該怎麼辦 正所謂,最高端的獵人 往往以獵物的姿態出來 既然她要玩火 我們就陪她,火燒你 OK,那我是不是要回她 女人,你在這裡玩火 不是,你回覆她 什麼人生大事啊? 蛤? 就這樣? 就這樣 那我就發了 不要 她隔了15分鐘才回覆你 如果你現在秒回她 就會顯得你很奶狗的了 我們有來有回 你隔 十六分鐘再回覆她 十六分鐘後 她回覆我了 她問我什麼人生大事啊 那我回覆她什麼啊? 對呀 一早就想好了 你就回覆她 最近想談戀愛了 蛤?這麼明顯? 怎麼會呢? 你說想拍拖而已 不是說想跟誰拍嗎? 對呀 如果她覺得你是想跟她拍拖 那她肯定會有所表示的 如果她覺得你是想跟其他男生拍拖 為了搶你過來 一定會有所表示 無論她怎麼覺得 你都贏了 GiGi 你 是 蛤? 蛤? 花火啦! 她這次播得很快啊 她說最近想拍拖 什麼意思啊? 唉 她意思是 她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她意思是你沒有機會了 下一輩子 她意思是 聰明點 不要再煩她了 我 找到自衛自衛 再叫 照顧你貓了 折愛 順便呢 雖然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但你也可以回覆一個 鵝給她 弄一下她心態 她鵝你啊 什麼意思啊? 看她的樣子就知道不是什麼好人 我早就說她是那個渣男 這麼囂張 鵝回去 對呀 她很威風嗎? 鵝回去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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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啦放 來來來來 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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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自己一個回家了 我拍到你的肩膀了 有刀蛇為此嗎 你不跟我說沒女人 這裡有女人在動 呀 sex Irfan 很緊 再觸手 指折 我的頸不太高 這個速度 全數